据意大利媒体报道着,瑞典老将伊布拉西莫维奇,已经与莱昂纳多达成了协议,他将会在明年1月份重返米兰效力。 目前米兰在中锋位置上,只有一光丁以及库特罗美,因此在球队三线作战的情况下,两人的配置将略显单薄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米兰希望引进信任的当家助手伊布拉西莫维奇,以此来增加阵容的厚度。 据悉,伊布对于重返米兰的提议,感到非常激动,并且她的妻子也一直在鼓励其重新回到米兰生活。 目前米兰已经为伊布提供了一份合同,而有消息称,伊布已经接受了这份合同,并且她也就重返米兰一事,与莱昂纳多达成了协议。 在莱昂纳多看来,尽管伊布已经37岁,但以她的身体状况,依旧可以适应欧洲的顶级联赛,伊布的加盟将会为家徒所的辩兆带来更多的可能。 而米兰和当家住手一刮阴,更是已经迫不及待避等着伊布的回归了。